爸妈想争战为我 好一个乖宝宝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第一次上台首语演出 小小年纪动作记不清 不过说起怎么当个乖宝宝 个个都很有自信 听爸妈的话 让爸妈吵醒 洗碗 还有折棉被 来参加的这些小朋友 有百分之大概85左右 都是第一次来参加 所以他们有的连这个首语是什么 他们都还搞不清楚 妈妈们他们应该也有感受到说 自己的小宝贝真的是表现得很好 桃园静思初宣举办小志工暑期 任文营 近百位三到十二岁的孩子 交由师姑师伯带领 短短四天展现学习成果 甚至独挑大梁担任串场司仪 对付妈妈们要为我们带来 天地好像大课堂 自己在顺稿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紧张 然后说如果那天我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我要怎么办这样子 我到晚上快要十二点才睡着 那这次呢我不仅就是说 让他们来学习承担思仪 还跟着我一起来写稿子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 就是带着孩子我们再往前走了一步 起身合唱 小朋友用歌声传递满满能量 底下爸妈也洋溢起幸福笑容 温馨氛围中更看见孩子的成长 大家谢文周辰 叶玉玲 谢谢观看